-兩個躲進來的啦 再說嘛 策劃了這起假綁架鬧劇 為了依氣居然騙自己的媽媽 這名16歲的少年 知道乾哥哥因為僱傭非法外勞被罰 得繳15萬元的財罰金 竟然主動提議策劃假綁架 用臉書留訊息給媽媽勒索15萬贖金 以為能夠順利幫到朋友 沒想到員警早就發覺不對勁 當場破案也戳破兩個人的謊言 記者彭志明 苗栗報導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